好,那對不起啊,我這次黑客中報的有點髒 那我已經快不怕他講完了 那我是宇昌,自由軟體工作者跟公民記者 目前在PD值當研究員 那只是前陣子看到有人貼了這個東西 雖然我不是很喜歡這個意義 但是因為既然有人貼了 所以,可是我很久沒有更新了 2016年,所以我本來想要來支持大松來做爬蟲 看不然沒辦法做完了 那這是立法院的爬蟲 那目前那個立委的UID 因為立法院的網站改版 UID不再流出 所以我們要自己去更新它 所以這變成我們自己handle的UID的列表 那未來有新的立委可能就要自己把它加上去 那如果有新立委可以催我一下 也歡迎自己動手 那我們爬蟲,最麻煩一點就是那個爬蟲過一段時間 我已經更新了,然後就爬不動了 位置出錯 所以這次我特別抓了一些立法院的圖放在上面 如果到時候爬不動的時候 請歡迎看一下那個圖片是不是已經不一樣了 如果不一樣的話,那爬不動就是理所當然的 那歡迎大家使用 而且提Bug 那那個網頁就順手也幫他更新完了 就是神智慧已經在上面了 那再來是有一個想法啦 那這是我前一陣子去參加的一個分享會 那分享我的朋友叫林傳凱也許有些朋友有聽過 他的碩士論文作是白色恐怖的研究 那他正在推動每個鄉鎮都要有白色恐怖故事的一個分享活動 那事實上白色恐怖確實是蠻廣的 那包含像今天的中午 今天下午其實附近有一個路鋪 有人也要做一個高攬 那只是有機車的朋友可以過去聽聽他們看 那只是他的這個分享有一個地方 跟G01的進程比較違背 不太希望大家做紀錄 原因是因為其實你必須要了解當時候的情境跟環境 了解當時的人是怎麼做選擇的 那你才有機會去了解我怎麼會那樣選 那我聽過以後我就會覺得像我或者是許多希望改變國家社會的朋友 如果我們處在那個年代 很有可能其實我們也會去加入共產黨地下黨 然後成為白色恐怖的受難者 那我希望可以請他來分享 比如說像是有一個台北電信局支部案 這種比較接近工程師的一些白色恐怖故事 那我不知道這樣的一個分享會可能我們就是開在另外的那個會議室 但是那個會議室就請大家不要記錄 然後比如說我們從11點開始一直講到下午三四點 那大家有興趣都可以繼續聽 我不知道這樣是不是一個好的主意 那先提出來請教大家的意見 這樣子 因為我們開共謎啊 就是這個 我覺得也許可以 但是我不確定他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說你的規則開共謎寫下 不是分享的內容 好好好 那我覺得可以在上面看 好再來是總統北黑客宗 好今年的總統北黑客宗 好今年的總統北黑客宗 好今年的總統北黑客宗要開始了 就是 就是 就是還有活動啦 那歡迎大家去使用 那 我為什麼是這位國家 那下面logo 很Linux 我知道 他要改了 好 那目前3月7號到4月5號 現在就是許願池的一個活動啦 那歡迎大家上去許願 那這個許願非常強烈的借鑑了GDP Grant 非常感謝GDP Grant的貢獻 我們用了很堅頓的方式 歡迎大家來許願 那接下來 預計4月初會有一個民眾票選的活動 那可能會使用比方投票法 那接下來還有現上真的有合作夥伴 就是歡迎大家進去跟公務員一起組隊 來解決這些問題 就是選民許願組隊還願 謝謝大家